好的路线汇聚出来你会发现 从各个开拓店出来的人都在向着大城市走 有的人选择崎岖的山路 有的人则寻找码头渡口 然而没有一条路是顺畅的 当年满载他们希望和崇敬的大团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昔日的守护身关中心 不仅没有在逃往路上帮助这些开拓民 反而做下了不少残绝人寰的事件 皇室 主张在吉林县的哈达河开拓团有1300多人 他们的团长叫贝兆杨二 当时他们赶着100多辆马车朝着吉西方向撤退 以为到了那里就可以坐上火车撤到哈尔滨 然后找机会回谷 还没想到还没有走到吉西 在麻山地区就遭到了苏军的包裹 苏军的机枪开始散射 开拓团的先从队伍中 有人不时度重大地打了下 这之后妇女儿子轻残到南部海上 接受他们电话碰上向南撤退 温东军背招羊二就向他们请求来保护他们 才没想到温东军里根本没人理解他们 直渡往后往 背招羊二在绝望之下 顶旦刺激 团长自杀 接下来他手下的人也纷纷开始自杀 于是 妇女们开始拿出最好力 给孩子换上 然后自此换上 然后静静地坐在那里 等待死神的箭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准备了 是他 开拓团有一部分人 他们坐上了燃死 准备从苏雅鸿鱼的包围圈中突围出去 但是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射杀自己的亲人 因为虽然他们自己打算用玉碎来孝空天皇 他们也不想让自己的亲人落老了任何受力 就这样 五百多名妇女和儿童 在麻山 死在了自己的亲人 这就是著名的麻山世界 然而 在看不到尽头的逃亡路上 开拓团团团民的灾难 还远远不止这些 这是当年的 那个日本开户团 逃战的时候吧 路过地埃路过的那条河 大楼的那条河 这个当时是五十多里边 那么又 后来那个时间 大楼的正式 大楼的 水很寒 水很寒 那么怎么过呢 这一步就不太寒 把腰带 那个掌腿 它就吐不吵了 我从头接下来吧 到那条沿上 那条沿上 这大银帽背着寒了 腹部背着寒了 牵着寒了 我都喊着不过 因为水太深 你太急 很容易就半罩了 从半罩就出来 水从往腹上 所以这个叫舍得渡